Hello大家好,我是秋雯 歡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已經很久沒有做甜品了 今天我就要來做一個超可愛的甜品 就是學妹娘 那麼話不多說,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吧 首先呢,我會準備一個大碗在中間 然後倒入160g的牛奶 30g的玉米澱粉 25g的白砂糖 100g的糯米粉 再用這個Mixer把它們攪拌在一起 攪拌到它們全部混合在一起 隨隨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麼如果你們想要這個學妹娘的皮 是別的顏色的話 你們就可以加入色素 或者是水果的顏色 去讓它變色哦 好了,我們攪拌到它5顆粒狀之後呢 就可以過篩讓它的皮更順滑哦 OK,過篩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它進去蒸爐 蒸一個20分鐘 那它裡面的餡料呢 就是Whiping Creeb 現在呢,我這裡就有300g的Whiping Creeb 還有30g的糖 但是其實這個分量是比較多的 如果你們自己做這個一份的話呢 可能可以減少那個分量成200g的Whiping Creeb 和20g的糖哦 那現在呢,我就把這個糖倒進去Whiping Creeb 然後用這個機器的打蛋器把它打發 OK,所以我們打到它這樣子有紋路 然後你倒的時候它不會滑出來就算是OK了的 那現在呢,我們就先把這個Cream放去冰箱冷藏先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來炒熟這個糯米粉 我這裡就有準備500g的糯米粉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糯米粉呢 就是可以在做餅皮的時候不沾手 然後把它包起來的時候 就是有一層糯米粉在外面包著 然後現在我們先預熱我們的鍋 然後呢,我們就會開著小火 去炒這個糯米粉把它炒熟 OK,那我們要怎樣知道它已經好了的呢 現在我們就有聞到一點糯米香 就代表是OK了的 現在就把它倒出來備用 好啦,20分鐘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檢查看我們的外皮 是不是已經做好了 然後我們要怎樣看它好了沒有呢 我們就拿湯匙去擦它的中間 看它有沒有白色的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好了 這個已經好了的 那麼現在呢,我已經把這個外皮取出來了 它拿出來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一搞一搞的,還不像是一個麵糰 那現在呢,我們就要把它開起來一個洞 然後就把那個黃油放進去 這個黃油是40g的黃油哦 把它放進去 把它蓋好之後呢 我們就先放一邊讓它涼一點先 然後等一下我們才去處理它 好,所以現在呢 我在等著我的麵糰冷一點的同時 我就要來準備我的餅皮裡面的餡料 那這次呢,我就準備了五種很美的餡料 第一個就是草莓 看起來超級好吃的 第二個奇異果 第三個 第三個 蘑菇 第四個 巧克力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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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個 Oreo crunches Oreo碎片 所以這個麵糰呢,它已經沒有那麼燙了 現在我就可以戴上手套來揉它 我會建議你們一定要戴手套哦 不然它會黏著你的手到手就很麻煩 我先在裡面去跟它按摩一下先 讓黃油跟這個麵糰完全混合在一起 你們也可以等到它沒有那麼燙了才去混合它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這樣子壓那個麵糰 讓它變成一個真正的麵糰 然後也要讓它跟那個黃油完完全全的融合在一起哦 OK,揉了一陣子之後呢 這個麵糰就變成一個QQ美美亮亮的麵糰了 就是它跟黃油也徹底的融化在一起了 就看起來是這樣子的 現在呢,我就會把它放在保鮮膜上面 包起來 再放去冰箱冷藏一個30分鐘 就可以拿出來用了 好啦,那剛剛呢,我的麵糰已經弄好了 現在呢,我就有一個特別嘉賓就是毛毛 嗨 它已經很厲害包了 所以我就邀請它一起來包 順便教你們怎樣包哦 那現場呢,我就準備好了全部材料 這個已經是FINAL了的 然後就有這個麵糰 那這個是剛剛已經冷藏來了的麵糰 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我就有提前做好了其他兩個顏色 就是我手上的黃色 和我手上的粉紅色 然後我的這個黃色呢,我就會主要包芒果口味的 或者芒果還是Oreo 你就主要包草莓或者Tiwi口味這樣子的 OK 現在呢,我們就來戴上我們的手套先 我們要保持衛生 現在我們就要先 切我們的這個麵糰 切成一個適量的大小 哦,它有一點點滴 哇,它有一個草莓香味 對 好香哦 然後現在呢,我們會先把糯米粉放在這個皮上 讓它不要那麼的Sticky 這個超重要的哦 不然你的整個東西就會很黏很黏 對,然後你就什麼都做不了就很難做了 記得前後都要有哦 你們看是不是沒有這麼黏了 剛剛是超級黏黏在那個保鮮膜上面的 現在就變到比較OK 把它切成一個適量的一個尺寸就可以了 如果你們覺得很難Rite 你們是不是覺得很煩原作對不對 哇,你的糯米粉 對,糯米粉會拯救你 不管什麼情況 就在你們的刀上面抹 我發現有手套很難去揉它成圓形 而且很難感受它是不是 對 很像開店耶 你很像一個老闆娘 在賣那種麻糬 歡迎光臨 這個很像麻糬 看起來很好吃耶 我要做一個很大個的尺寸 我們也可以在我們這個平板上 放點糯米粉 然後呢,我有了這個一個小圓形呢 我就要把它擀成一個 Dumpling這樣的麵皮 如果你們沒有那個擀麵棍 你們就 用手啊 然後這個擀麵棍 我們也是有用保鮮膜這樣子包著 不然它會完全黏上去 盡量擀的時候喔 我覺得盡量擀成圓形 這樣你包的時候 就不會有一邊比較長 一邊比較短的一個狀 對 這個你可能第一次包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難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走過來 然後包著包著 你就會慢慢抓到那個感覺 然後就上手了 對 現在就已經擀好我的麵皮了 然後呢,你們就可以使用這個 這個一個小蓋子 任何的罐頭或者是瓶子的蓋子 來讓你更好的去裝你的餡料 你們看就這樣子 鋪在上面 就可以開始放你們的餡料了 那通常呢,第一步就是先加入Bipping Cream 就是你的餡料 要夠多才好吃喔 不然就只有你的皮 沒有那個餡料 布菲,你是一個很喜歡吃皮的人 對 有些人喜歡吃皮 其實它的皮也是很好吃的 對對對 它是麻糬的那種皮 第二步呢,就加入你喜歡的水果 看起來超好吃的 那個顏色看起來很爽 再加一些些巧克力 然後呢,你們可以再加多一層這個Bipping Cream 就讓這些Bipping Cream呢 包住這些水果的感覺 耶,我的第一綠寶寶做好了 哇,很美耶 現在就要展現真正的技術了 其實就幻想自己再包一個小籠包 就這樣子 折,把它的皮 旁邊的皮這樣子拿起來 然後折起來 哇,為什麼我自己包 我自己還這麼興奮 Tada,完成了 哇,好美麗 寶寶放在這邊 加一點粉在這個小被子 哇,幅座太大了,寶寶 它自己也放在這裡 如果這時候你覺得它有一點黏了 有幻能的粉末米粉 又來了 Tada 小籠包 小籠包 你放太多了 怎麼辦,寶寶 惡戀,拜拜 又分 好啦,我們做了七七四十九 立種魚做完了 我的肩膀超酸的 欸,這個錢真的不好賺欸 太難做了 這個 我是絕對不會賣這個雪妹娘的 太累太難做了 OMG 你現在做得超人睡覺 對 我呢,就做完了我的整粒黃色的 我呢,就做完了我的整粒粉紅色的 那現在我們手上呢 還有這個白色的 登登 那我們就要挑戰做一個超大的雪妹娘 看我們兩個會不會成功喔 現在就把這個大麵糰分成兩半 來吧 展示 多多cream 哇,超爽的 可以分超多cream 哇,很重很重 我認識啊 哇,你看那個顏色幾美 你看我的 像一個Tropicana的一個 flavor 太美麗了 你看我的 哇 Tropicana OK,超好吃的 等一下,破了,破了,破了 很重 它現在沉入到碗底,怎麼辦 不怕 OK,我也要開始了 害怕的時候 慘了,我忘記 放粉在這個碗 Shit,我也沒有放 啊,破了,怎麼辦 救命,救命 啊,破了,破了 啊,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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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不 怎麼辦,真棒 我的破都很大,怎麼辦 不,不,不 不,不,不 還在慢演 不行 不行,不能,不能 不,不,不,不 那,那多餘的不 不,不,不,不 一補好,真的真的沒有事 它真的可以止住,有沒有 它不會流出來 好,安全了 只要它上來 就是安全了 OK,我們快點去暖牆 等一下就可以試吃了 好的 Yay,我們選麵娘 終於做好了 有一個非常傷心的消息 就是我們的選麵娘走行了 因為我就想 要給你們看得到它 就不要用保鮮膜包 沒有想到它就是 走到歪來歪去這樣子 就沒有那麼美 其實真正是要用保鮮膜包的 因為要讓它定型 嗯,所以你們做的時候 記得要用保鮮膜包 那現在我們就來試試吧 雖然它講得醜 但是它應該是好吃的 超香味 好吃好吃 現在我們來吃看 黃色的 全部都是Orea的 好好吃喔 對,這個有一點點 沒有那麼冷了 所以有一點點不好吃 你們要放到冷冷才吃 就會超好吃喔 而且你們裡面的餡料 一定是要有顆粒感 就很像水果 Oreo Oreo你們也不可以壓得太碎 就是要一片一片這樣子 咬下去才有口感 對 那還記得我們剛剛做 超巨大的學妹娘嗎 現在我們就要來吃它 吃其中一粒就好 不然我們會保濕 好啦,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做的大寶貝 對,因為這個呢我們有用保鮮膜包著 所以它沒有走心 它還是很漂亮的 現在呢,就讓我們來切開這個學妹娘 神聖的時刻 WOW 看它的內餡 看起來才好吃 很像一個餅皮耶 欸,很像我們可以這樣子 吃那個餅皮的樣子 好啦,所以這個影片就到這裡了 你們學到了怎樣做學妹娘了嗎 其實方法很簡單 只是包我的手很複雜而已喔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就記得分享、訂閱、按讚 然後還有Subscribe媽媽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囉 Bye Bye